主席 陳部長 各單位代表 各委員 各媒體記者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 你看一看 這是第一張 這個是機車道 這是第一張 好 來 第二張 每一個在路邊 新色的 你看看 這個都是鐵片 這個頭如果撞到這裡 頸部都割掉 開什麼玩笑 還有再來 來 你看看 這個正好是頭部的高度 來 再來 你看看 這個就是我特別還經過 在那邊等機車通過的時候 看一看 這就是我們的國門 來 再來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高度 看一看 再來 沒有啦 還有 你看看 這個就是高度 一個交通專家 主管機關就是我們交通部 好 再來 好 再來 等一下 你這個給他們看著 部長 是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有什麼感想 是 這跟委員報告 其實是設計是真的非常的不當 我想這個工作總局要立即馬上做改善 這個沒有第二句話 這個一定要馬上做改善 部長 你看看 這個旁邊 這個機車道 旁邊就是草叢 有沒有設置安全富覽的必要 你要設置扭折膝 不要讓這個車子摔到田裡面 我都同意 你無緣無故去設這個 會傷害 開什麼玩笑嘛 這個豬頭啊真的是 這個還可以留在交通部服務啊 開什麼玩笑 部長我今天 在這裡跟部長報告說明 你就保佑這幾天啊 不要有什麼車禍 發生啊 這是你現在正在施工呢 我會要求他們連夜處理啦 這個不能開玩笑啦 這個立即做處理 而且連夜要把它處理完畢啦 部長 你機長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電話聯繫還要經過報部 我是不曉得 報部同意拆除才可以拆除 你去看一看 局長是不是應該要去看一看 跟委員報告這個我今天早上才知道 那我會立即的處理 你們在吃 真的是 我就覺得說 交通專家呢 然後這個 你看 這個是快車道 這個機車道 就只有能夠行駛差不多兩部 兩部機車 如果大後車或是大客車從這裡經過 晚上下雨天 這個 一碰撞到這裡 就是從頭切下去 戴安全帽都沒有用 開什麼玩笑嗎 部長 這個還要行文到部裡面 當然不用啦 這個我相信他們可以立即處理啦 這個馬上改善 馬上改善 好 局長你請回座 另外 部長 你新上任 新上任的部長 是 剛剛我看你那個 業務報告 是 業務報告裡面 完全知智不提 高鐵的採改問題 部長 部長是因為高鐵的採改 請辭 你上台之後 高鐵的問題 在你今天的業務報告 應該要針對高鐵的採改問題 或是 就表示說 我交通部 我政府準備要接管 也沒有關係啊 但你在業務報告裡面 要去說明啊 是 跟委員報告裡頭 部長 前部長因為 高鐵的採改問題下台 你上台之後 不提採改的問題 不提高鐵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問題 部長我這個機會啦 交通部目前 迫切要解決的一些重要的議題 你上任部長之後 我希望說 部長你要針對這些問題 把策略方向要定出來 第一個高鐵的採改問題 第二個 機場的責運通車問題 第三個 經過這一次春節的 桃園機場入出境的問題 是 要 都應該要去檢討 第三個 第四個 航空城的開發問題 現在 有部分民進黨的委員 配合政事長 要在立法院開 前期的 聽證會 我不反對召開聽證會 但是 不是由 不是由 地方 行政所長來主持 反而是請農政團體 請一些抗議團體 共同來主持 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這個是你部長 也是第四點 你迫切需要去 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五點 林口 五谷林口 南坎 新竹 這幾個 交流道重要的路段 塞車的問題 一直都不能解決 我希望說 尤其現在 林口 國一變成是一個 高速公路變成是一個停車場 到現在 到現在 等一下我先把這些重要的議題 讓部長了解 第六個 兩岸航線 中轉 及航潛遠遠前的問題 這個一定要列為 交通部重要跟對岸 要去談的 重要的議題 這個對國家經濟都有關係 還有包括 全球化 全球化 自由化 國與國之間的距離 現在已經 越來越近 拉得越來越近 相對的 大家都在發展 無緣衝工業 我們台灣的觀光行銷的計畫是什麼 不要老是印一些DM 然後就駐外的去發一發 駐外的去發一發 完全沒有提出我們 到台灣來參觀 能夠獲得什麼 政府在鼓勵觀光的配套條件 我們政府都沒有提出 交通部觀光局 這一個部分 應該要積極去提出 我們的一個 鼓勵外國人到台灣觀光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誘因 好現在回歸到幾個問題 機場捷運通車有沒有問題 機場捷運通車 年底通車有沒有問題 對我們現在還是 目標還是在年底 完全沒有變 有沒有問題 沒有變完全沒有變 還是在年底沒有變 不會跳票了 不會跳票了 我們是以這個當然目標 而且我相信應該不會跳票 你相信不會跳票 如果是跳票 你也不一定會相信 現在就是說 完全都按照目定 既定的騎乘技術在走 而且也沒有 沒有言後 是不是在下一次的 高鐵的U報告的時候 要他們很明確 跟我們委員會來說 好好好 好不好 好沒問題 這一個部分 希望很明確的 跟我們委員會來說明 另外桃園機場 在春節期間 最高的運量達到 一天 超過13萬人 像菜市場一樣 還有 還有 這一些動線的規劃管理 經過這一次春節輸運的 這個台灣機場的這個旅客 日出境的旅客 在未來 要怎麼樣去改善 應該要求 應該要求民航局 要求台灣機場公司 要去做檢討 會會會 另外 從 從 入境 從 入境要進關 進到台灣 這個 這個 這個境內之後 再等計程車 還要等一個多鐘頭 排隊 從這裡排到我們 最起碼 從這裡排到我們 立法院大門口 再折回來 差不多排兩百多公尺以上 外面的計程車 不可以進去 類似這種狀況 怎麼變成台灣的這個機場 國家國家門戶 像菜市場一樣 連叫計程車都沒有 外面的車子 來他們在那邊 顧著 守著的 不可以車子走 空車也走 你在重要的監風時刻 你應該要去地方 跟地方的計程車業者 特別讓他進來載客 那怎麼可以在那邊等一個半鐘頭 兩個鐘頭在那邊等計程車 然後機場公司也沒有辦法 我也到現場去看過 機場公司因為礙於法令的規定 那這個規定是誰規定的 還是交通部規定嘛 自己定的辦法嘛 為什麼要讓 少數的這些計程車業者去登記以後 才准許他在那邊載客 要不然就設計兩個 兩個載客 載客的部門嘛 一般正常時間就是 比較好的一個位置 就留給他們在機場審核 通過的計程車業者來站 另外有必要的時候 開放比較偏遠的 距離比較遠的 他再走個五分鐘 他馬上可以坐計程車可以走 為什麼讓國外的旅客要入關 要入境 結果呢 在那邊等了一個半鐘頭的這個計程車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我會請陶記公司這邊列入檢討 列入檢討 另外齁 林口交流道要怎麼解決 林口跟五股交流道其實上一次委員有提出來 那麼後來有請院長 已經提了最起碼都兩三年了 那麼現在有所謂短充長期 五陽在施工的時候 就講說五陽 通車以後就會解決 我認為這是外行人說的 根本在五陽在 在林口都沒有砸到出來 然後現在要怎麼解決 也沒有辦法 所以說這個部分檢討 好我剛剛提了這幾個問題 七個議題 是 交通部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把這個每一個計畫 我剛剛提了七個計畫 七個計畫裡面 都是交通部目前迫切要去解決的 一些交通部的議題 那這一些議題要怎麼解決 策略在哪裡 把這個策略各單位提供給我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那個 剛剛那個